三支区公所的吉祥物宝宝 樱花以及角白笋 在三支区礼办的各大活动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不过民众有见过这两位可爱的印象宝宝 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为此日前三支区公所也在角白笋节的前夕 举办了为这两位宝宝争取姓名的活动 如今证明的结果出炉 确定角白笋宝宝叫福笋 而樱花宝宝则是叫做知音 那我们就借着这一次我们的三支区的角白笋节 那我们做了一个真名活动 那当然民众的网络的投票非常的踊跃 那有三百多件的名字 那之后我们经过精挑细选之后 那我们起了我们男的宝宝叫做福笋 福的话就是福气的福笋 笋就是笋 那就起我们福笋的谐音 那你的就是以起知音 就像我们一般讲的知音 三字的知 樱花的音 那就像提个知音 整个真名活动吸引不少民众集思广益 超过三百个人想出三百对的名字 而获选的民众也现场结识取名背后的原因 樱花宝宝叫做知音 是因为取其知音好友的谐音 而角白笋宝宝笋 则是因为台语的发音像好损或是好顺才得其名 那希望我们正式的证明之后 那这两位老婆也正式算是加入我们机关的行列 那任何的我们活动将会敦起他们出来 然后增加我们这活动的乐趣 而日前世大运落幕之后 吉祥物雄站实业到处找工作的新闻还历历在目 为此三字区公所为了让知音符损没有实业之忧 因此也随即印制颁发了公所的工作名牌 给两位吉祥物 就是希望知音以及福孙有了自己的名字之后 还有稳定的工作 能够继续在三字为名服务 记者廖平函三字 材料报道